启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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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個名字對大家來說一點都不陌生 它是全港唯一一個完美規劃的全新大型社區 集合了住宅、商業、購物、文化、娛樂、運動 全部集於一身 會聚在公認九龍最有投資潛力的地區 今天介紹全啟德其中一個最近地鐵站的屋苑 尚進營 尚進營是由龍湖集團 在香港首個打坐的豪宅項目 一共提供667伙優質單位 由一房至四房及特色單位戶型不等 當中有32,000圓林綠化總年職 和英倫藝術風格會所 Club Wilberbank 除了室內20米泳池 還有室內45米泳池 當然其他設施包羅萬有 最特別的就是這裡獨有的兒童專屬會所 不要說小朋友 你看看 連我都玩得很開心 看到我Semi就知道不是和大家看一般普通單位那麼簡單 大家試想一下 在這個這麼煩囂的核心地段 都可以有一個屬於自己一個無限大的私人空間 以及戶外空間 每一天都看著南天白雲的單位呢? 我不是和你開玩笑的 我今天就要帶大家去看一個 堪稱全啟德最多戶外私人地方的一個空中巨毛吧 Let's go 上到單位這裡了 我剛才不是和大家說過 要介紹一個巨毛給大家嗎?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是2240呎 再加700呎的平台 當然還有一個天台 而這裡就是四房三套的間隔 首先我們就看看這個圓關位 發展商很貼心 做了很多鞋櫃 可以讓你放很多鞋 你看看 哇 很棒 還有這個桌子 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用來讓你放鑰匙 散紙 甚至乎你買完的東西 很重 放在這裡 然後再拿進屋 還可以的 這裡可以放一些畫 放一些相片 每天提醒你 有一個滿星級的家 真是家的感覺 很棒 之後 哇 你看這個真是超大的廳 是不是呢 多棒 無論在我左邊 右邊 甚至前面 全部都是落地大玻璃 所以我們270度的景觀 是非常非常非常開揚的 真的可以50人同時間在這裡玩都可以 真的很棒 這邊可以放一個10至12人的飯桌 大家很開心在這裡喝酒 聊天 然後可以再看這邊 走過來都覺得特別有氣派 特別開心 真的看著這個環境 這個是一個大的客廳 我覺得好像男女主人 一邊就在這裡玩 一邊就在那裡玩 一邊就在那裡玩 還有這個爐桌 還有一個咖啡也還可以 我覺得這裡其實很適合 放一個大的投射銀幕 不用放電視 看一個大的投射銀幕 更加有氣派 那我們可以出來 這個爐桌 好 那我們就來這邊了 這裡可以看著我們車站廣場的景 其實在這裡一邊拿著一杯酒 一邊看著這個這麼漂亮的車站廣場 是不是很開心 很寫意 如果現在這一刻有杯酒給我就好了 好了 那我們先進去吧 我覺得說起杯酒 說起美食 就一定不少得在廚房 而我呢 亦都喜歡廚房 美女廚房 所以我也很留意廚房 這個廚房 是一個雙烏門的設計 進來吧 這個不得不介紹 這個陷入式的雪櫃 Sub Zero Yeah 這裡全部都是它的 好鬼死大 你知道嗎 Sub Zero是等於一輛車的價錢 哇這些 洗衣乾衣機 還有紅酒櫃 不少得 這些是MIRROR的蒸焗爐 爐頭 抽油煙機 還有這個蒸魚 還有 我覺得這個是不得不提的 你猜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洗碗碟機 你們知道這個洗碗碟機 在現在這個時下的年代是多麼重要 各位男士 如果你們被老婆罰洗碗的時候 我知道你們很頭痛 是會隨時在那裡 吵架免罵離婚的 所以這個是一定不得不少得的 你真的要在家裡有它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個留意呢 全部這個廚櫃 也是很出名的 一個Dada品牌的廚櫃 聽到Dada這個名字都知道 好得了 這個就是工人套房 有它足夠的空間 好了 我們看完這個廚房了 現在我覺得 要介紹一些房間給大家看 跟我來 這裡放了床 然後放了衣櫃 書桌 你需要用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 做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大平台 所以你們在這個露台 其實做什麼都可以 對 很多幻想的空間 各位 你可以想一下 大家可以排排坐 在這裡喝東西 可以曬太陽 可以不需要出去 故意曬曬 然後這裡 就是一個洗手間 洗手間這裡 就是一個浴缸 然後有一個窗 有曬浴室寶 無論是一個小夫妻 亦都可以有他們自己的小天地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睡眠區 另外的三間房 我突然之間想到一些事情 中間這個地區 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擺一部三個大鋼琴 在這裡 對 三個型大鋼琴 就是逼迫我的朋友 聽我在這裡唱歌 Yeah 燈光也暗了 我又忍不住口 這裡有個客廁 不要忘記 好了 然後來到睡眠區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以擺一個古董櫃 或者是女士的包包櫃 用來做一個展覽櫃 對 想起也很棒 好了 然後這一個 就是另一個 第二個套房 這個套房 就看回 這個 看得寒的景色 還有 這邊 就是看著體育園那邊 還有 是個維港海 舒舒服服一樣 有洗手間 這次是洗手間的設計 依然有窗 有浴室寶 好 然後這邊 就是一個客廁 而這間房 就是最小的房 但還是小的 不小的 其實等於主人房的尺寸一樣 比我來說 我就會把這間房 做書房 或者是瑜伽房 健身房 我這麼喜歡做運動 好了 大家很期待 究竟 巨毛霸的主人房是怎樣 你看看 我覺得這個主人房 真的很大 這裡就是一個對流窗 有一個 然後 之後 這一邊 就是我最喜歡 就是一個 衣帽間 一個大 L型衣櫃 放了 最喜歡的衣服 你知不知道 這麼大的浴缸 真的不是到處看得到的 你真的要 才能放得到這麼大的浴缸 看完單位 你是不是很喜歡 咦 還沒完 好戲在後頭 我剛才沒跟大家說過 這裡 是堪稱全啟德 最大的 戶外私人空間 現在就跟大家上去看看 哇 Come on Come on Yeah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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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我真的360度轉了 我就是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 這個這麼大的天台 最大的賣點就是這個360度的環迴景觀 這個天台 總面積是1764呎 1764呎 1764呎 哇 等於我三間屋 讓我逐步跟大家說一下周邊的環境 首先 這邊 就是看著全馬 這邊是西邊 九龍城 然後看到我們這個獅子山 這裡就是二港灣新浦江 記得這麼宏偉的建築就是SI 明年2023年就會啟用 而旁邊就是新鴻最貴的地皮 旁邊就是雙子塔 雙子塔下面就是一間很漂亮的車站廣場 而地鐵站就是 是不是很近呢 我就最喜歡這麼方便 地鐵站就在我這裡 去哪裡都很方便 再看看這邊 這裡就是河東那邊的屋苑 看到河這邊 向右延伸 就看著北角的海景 是不是感覺上好像整個香港都在我腳下呢 說起腳下 我們上樽營真的有110米高 高過河東的屋苑 即是證明私隱度是非常非常之高 只有我看到其他人 只有藍天白雲看到我 每天跟他們聊天 其實1764呎的天台 真的可以做些什麼好呢 我現在就想到 可以放十圍八圍的盆菜宴 正常一點的話 這裡做個Saguchi 那裡做個私人影院 以及燒烤場 再在這裡做一個私人的大花園 每天上來種花 其實這個地方這麼大 真的充滿了很大的空間 那看完這條片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很心動呢 如果你又覺得很心動 又很想過來看的話 就事不宜遲 立刻聯絡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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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